来喝冰水了 夏天有猫要注意这五件事 否则会害了猫 一 别让猫咪整天待在空调房里 容易得空调病 最好早晚开窗吹吹自然风 二 为了凉快替光猫咪的毛发 猫会受到蚊虫叮咬 增加患皮肤病的风险 不少敏感猫咪因此自卑 没念起人呢 三 洗完澡直接放阳光下晒干 会导致猫体内水分大量流失 甚至中暑而亡 别图想事 最好还是用垂风机哦 四 猫粮一次倒太多 连续两天都吃不完 在闷热潮湿的环境中 猫粮一天就会变质 猫咪吃了轻则呕吐 重则中毒送医 五 将猫咪放在阳光直射的屋子里 每天饱受高温折磨 呃 出尘虚的 呃 想把我晒出鱼干吗 记得拉丑莲遮挡猎日哟 所以夏天养猫要多多注意哟 那么以上你中了几条呢 啊 猫咪打起来了 猫咪打架也分等级 我教你如何应对 第一集 捕猎游戏 两只猫你追我赶 造成一团互啃 正是在调皮玩耍 禅士官在一旁吃瓜观战就好 第二集 随时爆发 猫咪盯着对方并慢慢靠近 不断低吼 爬气 甚至出现飞机耳加炸毛 正是猫咪在试探对方底线 禅士官可以用纸板挡住猫咪视线 避免一场恶战 第三集 反应又怕状态 当猫咪亮出爪子 会不老好打成一团 猫咪像雪一样满屋乱飞 禅士官要立即制止 可以拿浴巾爆竹猫咪 带离斗猴现场 如果想要它们自己停手 除非有一方认怂 当然 大猫一般是不会无缘无故 殴打欺负小猫的 而大多数公猫斗猴 都是因为发情 集体绝育 就秒变好姐妹了 那么你家猫咪打架 一般是第几集呢